我也問侯市長 你連任沒有多久就開始跑總統行程 你如果要選 你當時就不要連任就好了 你又連任 然後又跑出來 你不會覺得你對不起新北市民嗎 這不負責任 我在新北市做十三年 對副市長做到市長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一起炒一點路 功德自在人心 我們三個都做過幾小時的市長 我今天為什麼會出來參選 就是都在民進黨很多卡 我們要建設行政效率低落 我來做 絕對不會分難力 一直拚 我要問你詩的問題 這詩的問題 你為了你自己的威建 五次流別塞 你鐵路東儀 你為了那些艱苦人 替你破千人流過一根目塞 你說不是威建 你沒有信保財產 我完全信保財產 你說不是威建 錢不夠房屋稅 我都有夠 你今天還要堅持 不適為建嗎 所以不要轉移焦點 因為沒有欺負 人家無辜的欺凝 這是大家都看不下去 人之常情愛國 不是威法 不是 現在這個 胡市長沒有問我 就變成 幫忙打他 你知道 這個是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活在世界上 不可能說完全不做錯 但是我很希望說我們建立一個認錯 反省改建的文化 其實賴清德在處理這個賴皮瑤的問題 其實他最大的錯誤就是 你認錯就好了嘛 你一開始說 那個不是 那個是合法防護 後來就被證明是違建 再來 你又說 你有繳防護稅 都沒有複集 要繳什麼房地稅 防護稅 又是收房 後來就說 那個是 什麼你爸爸的 以前的老公寮改建 我講得好像很可憐 小時候這個颱風 屋頂會吹走 你講到你自己都會流泪 後來人家說 這空照圖就很明顯 這2003年才蓋的 所以你又收房了 那 你現在說你要公益信託 沒有建造 沒有死照 沒有產權 你要怎麼信託 這幽靈建築 還有一點 你當公職 20年 財產是要申報的 這個也沒有申報 又有問題 你當副總統 財產是要強制 強制管制 那個信託的 又沒有 常常是這樣 我們講了一個謊話 就要講10個謊話 去cover那個謊話 後來講100個謊話 去cover那10個謊話 後來就被謊話淹沒 坦白講 這件事已經到現在 我已經看不到賴清德 他已經被謊話淹沒 所以是這樣 認錯就好了 我就想 我在後面 這個就是民進黨執政 傲慢 最讓我火大的地方 我跟大家講 沒有人不會犯錯 這是我們要讓全國的民知道 我們做錯了 認錯 改進 這樣就好了 你要凹什麼東西 所以這樣 你講一個謊話 再一個謊話 一個謊話 坦白講 今天我不是針對你的違建處理 你的人格已經破產了 的確人不會不犯錯 剛剛侯市長跟柯主席就犯錯 我不認為侯市長 有資格收我們家的房子 我們的清德主席 你剛才說 林島的違建 我一聽都聽不懂 你敢不懂 柯主席說 你真的在騙 你講你老婆才 因為你的鄉親老的 你如果紀元那麼疼惜你的鄉親 放更那麼多年了 你為什麼你當立法委員 你當行政院長 你都不好 去改變一下 你再來責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已經兩度 報給中央 內政部沒插就沒插 把它放在旁邊去營 所以我簡直就 你那個眼淚 到底真的是假還是真 我現在也看不見 你怎麼知道 所以你不要老是這樣 用這一套 尤其你說 兼公益信託 那個現在為止 還沒辦法認定 這個是違建 如果去做公益信託 人家說可以 你現在這樣送出來 這樣不可以 你送了沒有 你還沒送 說半部不像我 我開始是合法的 合法建築又高水 算了 我還財產順便清清楚楚 我在第一個時間 人家說 大家對青年也要多照顧 一說我沒有就跟他說 官做青年自在 做社會自在 他二話不說 我現在已經一半 開始在明年 炎月以後 這個時間就在開始了 所以現在就在做了 沒人像你 說一說不是這樣 你剛談到我們家的房子 當然 但是我覺得 民眾可以這樣講 但你不行 因為你是地方政府的首長 你手上握有都市計畫 檢討的權利 你從來都沒有提過 中台關係代表你最深入分析 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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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TVBS新聞網